第五集 蒸汽机的发明 一个夏日的早晨,天气晴朗,画梅在树上唱着悦尔的歌。 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,有一个人正在散步。 他迈着缓缓的步伐,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夺来夺去。 他时而望着广阔的天空,时而瞧瞧平坦地操场。 时而皱起双眉。 突然,他脸上流入出笑容,情绪豁然开朗。 他想出来了,想出了解决蒸汽机的有效办法。 他高兴地跑起来,脚步腾空。 煞时间,他的身影便出现在陪伴他多年的操作台上。 他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家瓦特。 随着治愈的发展,瓦特对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,产生了好奇和钻研之心。 这为他以后发明蒸汽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在瓦特的故乡,格里诺克的小镇上,家家户户都是生火烧水做饭。 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事,有谁留过心呢? 瓦特就留了心,有时他在厨房里看祖母做饭,灶上坐着一壶开水,开水在沸腾。 壶盖啪啪啪地作响,不停地往上跳动。 瓦特观察好半天,感到很奇怪,猜不透这是什么缘故,就问祖母说,什么玩意是胡盖跳动呢? 祖母回答说,水开了,就这样。 瓦特没有满足,又追问,为什么水开了,胡盖就跳动,是什么东西推动它吗? 可能是祖母太忙了,没有工夫答对它,便不耐烦地说,不明白,小孩子抛根问底地问这些有什么意思呢? 瓦特在他祖母那里不但没有找到答案,反而受到了冤枉的批评,心里很不舒服,可他并不灰心,连续几天,每当做饭时,他就蹲在火炉旁边,细心地观察着。 起初,胡盖很安稳,隔了一会儿,水要开了,发出哗哗的响声。 过了一会儿,湖里的水蒸汽冒出来,推动胡盖跳动了,蒸汽不住地往上冒,胡盖也不停地跳动着,好像里边藏着个魔术师,在变戏法似的。 瓦特高兴了,几乎叫出声来,他把胡盖揭开盖上,盖上又揭开,反复验证。 他还把杯子,条根,折在水蒸汽喷出的地方。 瓦特最后弄清楚了,是水蒸汽推动胡盖跳动,这水蒸汽的力量还真不小呢。 就在瓦特兴高采烈,欢喜若狂的时候,祖母又开枪了。 你这孩子,不知好歹,水壶有什么好玩的,快给我走开。 他漫不经心地说,他的祖母过于急躁和主观了,这随随便便不放在心上的话,险些挫伤了瓦特的自尊心和探求科学知识的用心性。 年迈的老人啊,根本不理解瓦特的心,不知水蒸汽对瓦特有多么大的启示。 水蒸汽催动胡盖跳动的物理现象,不正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认识源泉吗? 1769年,瓦特把蒸汽机改成为发动力较大的单动式发动机。 之后,又经过多次研究,于1782年,完成了新的蒸汽机的试制工作。 机器上有了联动装置,把单式改为旋转运动,完善的蒸汽机发明成功了。 机器上有的年营衡机发明。 机器上有很早点。 机器上有。 机器上有及旋转运动机。 机器上有很大的片方向像这样。